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Software Serving》 在前幾集的攝影入門裡面 教過大家一些光圈、快門的攝影技巧 我認識到一些相機的特性 今天我們展開一個零一個進程 在今天的電子科技裡面 每一部相機都會有一個自動測光 我們可以透過自動測光 讓我們拍照的時候 得到一個準確的曝光、光圈和快門 特別過去我們用菲林時代 如果我們用錯了測光模式 得到一個不正確的光圈和快門的數值 複照可能會變成一張失敗的作品 雖然今天數碼相機的關係 很多時候我們拍照出來 即時我們看到結果 在未來我的教學裡面 會和大家研究一下 我們用其他方法去補救 令到這張照片會得到一個準確的光線 也都是我們要求我們看到的一張照片的光線 在這裏我首先研究一下 測光的模式有哪幾種 其實現在在很多不同的品牌相機裏 它的測光模式名稱 不多不少有些分別 我也是用一般常見的 我們用Canon相機 做一個例子 一般我們會分成四部分 雖然現在有些相機 測光模式可能不止四種 甚至可能有五、六種 但我們最主要 比較傳統的 都是現在我們看到 在畫面上看到這四種的測光模式 第一種叫拳行式 或者叫拒陣式測光 第二種 局部測光 第三種 重點測光 最後一種 叫中央偏重平均測光 接下來我們逐樣逐樣去分析一下 第一種拳行式測光 其實它是將我們看到拍攝的範圍 分成一些小格 因為每一個格裡面 所接受的光線的強弱 可能是不同的 相機會將它不同的地方進行測光 最後做一個平均 令到這張照片 得到一個平均的測光 所以有些相機會叫做平均測光 其實來說我們很簡單 我們只有一個 它是將整個我們拍攝的畫面 做一個平均的數值 好像這張照片裡面 雖然有天空 中間有一個古蹟的圍牆 下面有一些沙灘 但是我們會感覺到 當時它的光線是很平均的 所以如果我們用一個平均的測光 是最理想的 好像這張照片 你會看到毛德爾 以及背景 其實光線是很接近的 所以我們用一個平均的測光 已經很足夠了 這張照片出來的效果會很好 這張照片雖然是一個夜景 但是看到四周圍的光線 中間有燈光的地方會比較強 夜空上面會暗 但是我想營造這個效果 是比較平均的 光線不會太強 又會看到一個夜空 就會變成一個比較光的效果 所以這張照片我們也是用了這個 叫做距進式 或者叫做平均的測光 接著 有一個叫做局部測光 局部測光 你會看到 在這個範圍 你會看到一個灰色的圓圈 它大約佔了 我們畫面 9%左右 當然有些不同的牌子相機 可能佔的範圍 可能有點不同 大約一般都是 10%左右的範圍 它會用這個範圍 做標準 作一個測光 像這張照片 你會看到 這個古遺跡 這部份 比天空的光線 相對暗些少 所以我們用了這個測光模式 令到我們要拍的目標 光線是準確 有時可能天空 會差少少都不整 而在這張照片的例子 其實兩者分別不會太大 好笑 這張照片也是 這張照片因為 在碼頭裡面 光線比較強 我們希望 這部份 得到一個準確測光 而背後的 我們會忽略它 所以我們會用這個 局部測光 另一個 跟局部測光比較相似 這個叫做重點測光 在重點測光裡面 它測光的範圍 會比剛才那個 區域測光更小 大約一般是4-5% 相對於你一看到這個比較細小的範圍 相機只會在這個細小部分裏面 做一個測光 像這張照片一樣 在左邊第一張 其實是很接近我們肉眼去看到的現場環境 當然我這張照片是經過後期製作的 才會來到外面的街徑光線 和在行人路裡面的光線 兩方面都得到一個適當的曝光 其實因為我們人的眼睛 寬容度很大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這個範圍看到的東西 看到裡面的光線是足夠的 外面也是足夠的 我們會看到很清晰的兩個不同光線畫面 但是我們拍照出來的效果是不行的 在這個時候 看看我們要求我們拍攝哪一種目標 舉個例子 如果我們想拍攝街上的 這個部分其實是一個背光的位置 如果我們把我們的鏡頭 放在這裡為中央 做一個重點測光的話 你會看到這部分的光線是適當的 而外面的街徑已經是爆光了 如果好像最右邊這一張的話 我們把重點測光放在街外的話 兩張照片明顯分別很大 街外的情況 現在得到一個正常的曝光 但是在行人路裡面所看到的東西 曝光已經是不足了 所以我們用重點測光的話 可以控制到我們拍攝一個大反差的時候 我們想拍攝哪一個對象 而那個對象得到一個正確的曝光 這一張 我們用一個權行式和重點測光的比較 左邊這一張 我們運用了權行式測光的 因為它是平均測光的話 而背景呢 這裡是日落時間 背景比較光的 所以會令到人像會暗了 因為它是用平均去計算 如果我們要改用重點測光 把對焦點放在人像的面部 我們拍攝出來的效果就是 因為人像的曝光是正確的 但是你會看到背景 很多位置已經有一點爆的感覺 像這張照片 我要拍攝這張燈的 如果我用到重點測光 把對焦放在這張燈裡面 用來做拍攝 你會看到這張燈的曝光是很正常的 但後面因為比較分散的關係 會暗了 只不過是這張照片 其實現在看到的 是我要求想做出來的一個效果 到最後了 有一種叫做中央偏重平均測光 其實顧名思義 它的測光範圍 是中間比較重要些的 四周圍的地方 這張照片仍然作一個計算 只不過 偏重於中央 像這張照片 我們拍攝這隻蝴蝶 它的接觸範圍比較大 我們想 它的背景 光線 也不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所以我們用到這個 偏重中央的擦光 這張照片也是 因為兩邊的反差 椅子是白色 但它都發為比較大的 我們都可以 適合用一個叫做 偏重中央的平均測光 這張照片 你看到 正常的影響 是比較困難的 因為在後面 窗門透入了一個很強的光線 而裡面的博物館 是一個很分散的地方 我們要得到 一個我們要求的 曝光效果是比較困難的 但我們用了這個 偏重中央的平均測光的話 看下這個範圍 這個黑色範圍 是在中央的 我們用這個範圍做一個對焦 而它不會忽略旁邊的光線 它會作一個中間偏重 旁邊也會計算在內 得到這個比較 兩者都可以接受的光線效果 其實我們一般拍照的時候 這四種不同的測光效果 究竟我們用哪一種呢 在我的經驗裡面 其實我是偏向比較喜歡用第四個的 我們把重心偏重 但我們不會忽略 照片四周的光線 而採用這種偏重心 而四邊平均的測光的話 其實在絕大部分的環境裡面 都是適合的 如果你覺得比較麻煩的話 其實我也可以建議 我可以用到下面這兩種的測光模式 中央偏重平均測光 用來拍攝我們平時的相片 光線是比較平均的 但我們會把我們的目標 放在中間 放在對焦範圍裡面 盡量幾方面得到一個平衡 在這個模式 拍攝的相片 準確得到的曝光 機會是很高的 如果遇到 好像剛才我們的例子裡面 一些背光相片 一些比較特殊的環境 我們會改用重點測光 我們透過這兩種測光的話 我們拍攝的時候 很多時候 會已經得到一個 比較好的曝光效果 我一開始也說過 就算我們曝光錯誤了 因為我們現在用數目的相機 即時看到結果的話 我仍然可以做一個補救 我在未來的教學裡面 再跟大家研究這一部分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拜拜 在哪個地方 我們會拍攝 一開始 我們會拍攝